振兴医生会客室 大家好 我是振兴医院胸腔内科陈卫平医师 我们先谈谈肺癌 大概国健局这几年十大肿瘤的死亡 肺癌都是大概占数一数二 其实肺癌的成因 尤其是在这几年 肺癌发生的积累没有变得比较少 其实是越来越多 那主要是因为这个发生率也比较高 一方面也因为大家有这个预防保健的观念 尤其是早期做这个电脑断层的检查 都可以让我们提早发现肺癌 肺脏它是没有什么神经的 往往患者来到门诊所呈现的症状 都是因为咳啊 喘啊 所以过去的肺癌发现的时候 病人都是比较晚期 那因为这几年 大家让预防保健的观念比较好 所以借重这个电脑断层 往往宣布X光片还没有发现的时候 电脑断层就已经发现这些早期的肺癌 所以现在目前这个肺癌 能够手术的几率也变得比较高一点 那到底要多长的频率来检查呢 一般我们在例行性的检查 都是借重X光片 那如果40岁以上的话 其实我们会建议 大概X光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做了一次电脑断层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其实你可以大概两三年再做一次电脑断层 那现在目前在追踪这个异常的电脑断层 一些肺部节节 大概临床上都有一个共识 如果肺部节节超过0.6公分 那有些指引他会认为说超过0.8公分 认为有恶性的机会都会建议大概三到六个月会追踪一次电脑断层 那当然也要看看这个胸腔科或者是这个放射科的医生 他对这个影像病灶的解释 有些病灶看起来呢 他这个边缘他比较不规则 有时候呢 临床医师他就会建议直接找外科把它拿掉 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个病灶 要看病灶他的这个形状 他的大小 还有这个长的速度呢 快慢 我们一般医生会因为这样子来做个判断 那会跟患者呢 讲说适当的追踪的频率 那另外我们谈到这个肺癌的晚期治疗 但早期治疗大部分都是以这个手术为主 我们先把这个肺癌稍微以他的细胞形态 我们大概大约来初步分成三种 那第一个叫做小细胞肺癌 其实过去小细胞肺癌 大概占整个肺癌三分之一 目前以我们在临床上所看到 小细胞肺癌大概占百分之十左右 大概十分之一 其实小细胞肺癌呢 大概跟抽烟有绝对的关系 这种小细胞肺癌呢 对放射治疗跟化学治疗 效果都相当的好 但是他的复发率也相当的高 所以尽管他对化疗放疗都是非常敏感的 可是其实他愈后也不是很好 那第二个是临状上皮癌 临状上皮癌的话呢 顾名思义在这个行为竞检之下 他就像鳞片一样 其实他是一个扁平的细胞上皮肺癌 那这个也跟抽烟比较有关系 我们这几年在临状上皮肺癌 其实治疗上进展并不是很多 所以大概小细胞肺癌跟临状上皮肺癌 其实在这几年整个治疗上的演变下来 进展不是很多 当然现在有些医院或是有些医师 他会跟病患建议是不是要做这个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它有一定的效果 不过整体来讲 对这两类的小细胞肺癌跟临状上皮肺癌 其实它的帮助成效是有限的 所以我个人在临床上 我并不是非常强烈的推荐 只是说大部分的医生可能会给患者建议 也许患者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 还有体力的承受度 可以考量是不是要接受免疫治疗 刚提到这两种肺癌 我们也不会建议是说 那你只有考虑免疫治疗 还是要加上一些化学治疗 那第三种叫做肺腺奶 那这个肺腺奶目前在肺癌里面 大概占70%到80% 所以这是一个大众 现在有人只要讲到肺癌 就认为它就是肺腺奶 其实还是要看细胞形态 过去肺腺奶认为是女性为主 不过我们在整体来看 在女生还是多一点 但是男生肺腺奶的比率 其实也是蛮多的 那肺腺奶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 包括检查 它也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说如果它是诊断式肺腺奶 基本上这个后面检查的程序 大概就是一定要走的 第一个就是要做基因检测 患者如果经济能力可以许可的话 可以做这个次世代的定序 那它当然这个基因检测 它所测到的会比较多一点 它也比较敏感一点 不过这一部分的话 可能患者会考虑到 就是一个经济负担的问题 因为可能这个病人 还没有开始接受治疗 他就从口袋里掏腰包 腰花了大概10万左右 所以这一部分 目前如果经济能力不许可 其实我们健保几部 在这个分子生物学的检测 比较基础层面 大概都有提供这一方面的几部 最常见的第一个测的就是EGFR 所以大概会常听到 这个医生会讲说 要测这个EGFR EGFR如果还是阴性的话 我们会测一个叫 OCR 叫ALK的这个基因 因为以台湾民众肺腺癌 EGFR有基因变异的话 它大概占60% 那为什么要去测这个 EGFR跟ALK 因为如果这两个基因 它有基因变异的话 比较有机会吃标靶压物 所以如果这两项都是阴性的话 我们叫做野生型 那当然还有少数的一些患者 它可能譬如说有什么LOS-1、RAT 这种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在临床上可能大概只有1%的机会 那当然也有药物可以治疗 不过这一部分的药物治疗 可能也要看这个 是不是医院跟厂商之间 它有提供这个N区 尽管这个有药物像RAT 或者是像有一些叫N-TRAP 这种基因变异 尽管你被咽出来的 其实这个对病人来讲 要负担这些药物 它是相当沉重 那我们目前健保给付的 就是EGFR跟ALK 这两项有基因变异的话 这些药物在健保局都有给付 这个基因检测 尤其是对晚期肺腺癌来讲 是相当重要 那有的患者会问说 那万一检测都没有 这个基因变异的时候怎么办 那这一部分的病人 大概40%到45%左右 那也就是说 可能你在第一线的时候 你就不适合做这个标靶药物治疗 那当然就是化疗 化学治疗就是首选 当然医生在考虑这个化学治疗 我们也会考虑这个病人 他的体力好不好 因为有时候这个化疗 病人也要有相当的体力 能够承受这个化疗的毒性 所以后面到底怎么治疗 都要跟你的医生好好配合 我们常常碰到很多患者 就是这个医院看一看 治疗到一半 他觉得这个肿瘤开始在变了 他就跑到另外一家医院 其实在胸腔或者是在肿瘤的治疗方面 目前有关癌症的治疗 都有个标准治疗的这个程序在 我们常碰到很多病人是 别的医院治疗一半 其实又跑到我们这个医院来 这个医生他也在想想说 是不是你这个肿瘤在变化 他还在考虑 是不是帮你换个治疗的策略 结果你又跑掉了 一个治疗你没有延续性 对病人本身不好 所以一般我们在刚开始治疗的时候 我个人我都会跟病患讲说 你一旦决定治疗了 大概就是固定了 那当然如果说病人跟医生之间 你没有建立好信心 没有建立好这个信赖度 基本上我可能会建议就是患者 你可以多问几家医院 你要觉得说这个医生跟你有缘分 可以跟他这个好好配合 好好治疗 那一旦接受治疗 我们也不希望你跟在逛这个百货公司一样 这一家逛一逛 下一家逛一逛 这其实对病人 对家属都是一个负担 也是一个折磨 因为你对这个治疗上 你是会没有信心的 肺癌会不会遗传 目前都没有个定论 不过基本上我们认为 这癌症本身 还是有这个遗传倾向 所以如果家族本身 他有这个肺癌的家族史 父子辈的 或是母亲那一辈的 很多都有得癌症的话 其实对下一代 我们都会建议他 可能在检查上面 追踪上面 会稍微比较密切一点 所以这一部分 我想这个遗传这个倾向 我们都不会排除掉 我认为还是有 这个乳癌的话 大概这种基因 大家都很清楚 不过肺癌的话 我们也不排除 所以一般如果患者家属 他讲是说有肺癌的话 大概临床上的医生 大部分都会比较警觉一点 也会提醒患者 就说既然有这样子的话 也不要掉以轻心 我们基本上 大概40岁以上 比如说X光片 我们会建议每年造 那如果说你的经济能力许可 你电脑断层 尤其是低放生度的 这个LOTO CT 可以建议 大概两三年做一次 就现在很多 尤其是这种妇女 她是一来的时候 就是肺腺癌 而且都是缓期 我们有的病人 她也不抽烟 甚至她也不下厨的 可是一她发现的时候 也是缓期的肺癌 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环境因素 有再改变也是有关系 是不是跟空气污染 PM2.5这些有关系 这也说不定 因为现在的环境跟过去的环境 其实也差异蛮多的 我想肺癌跟抽烟 是有绝对的关系 但是有的人就会觉得说 那个她抽烟 为什么有的人抽烟错一辈子 她都不会生病 有的人她不抽烟她也生病 不过基本上抽烟她就是不好 抽烟她不只跟肺癌有相对的关系 她对肺功能她有绝对的影响 所以如果病人她有抽烟的话 我们大概最近统计了我们医院 其实病人如果她最近接烟 或者是你在接受治疗还在抽烟 这部分的病人 她连对药物的反应效果都会相当的差 所以我想抽烟跟肺癌是有相当的关系 那另外一个在接受治疗 肺癌治疗的病人 我想这个烟是一定要接的 跟这个之后的治疗效果 是有相当的关系 我想这个是一个老的口号 就是早期预防早期治疗 在过去我们当中医师的时候 大概肺癌能够手术的机会 大概可能只有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的病人 她是发现的时候算是比较早期 那大部分的病人其实发现都是比较属于晚期的病人 那现在因为像这个Rodot CT 这种电脑断层 大家预防保健的观念 比较盛行之后 其实很多肺癌可以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发现了 那外科手术目前都是用胸腔镜 而且目前这种外科手术相当相当的发达 技术也相当的成熟 所以病人他基本上 胸腔只要划大概两公分左右的伤口 其实内饰镜 他们大概就可以非常完整的 把这个病灶给拿下来 大部分都可以这样子 所以手术病人的复原 这个整个时间也变得比较短 那手术的时间也短 那不像过去 这个手术他都要花很长的时间 那病人要承受这么大的一个伤口 所以还是一句话就是 早期预防早期治疗 至少每年X光药灶 在的话如果在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之下 当然可以安排一个Rodot CT 那如果有这个家族史的话 其实这个可能频率上面 可以跟你的临床医师 讨论一下这个追踪频率要多高 那我刚刚提到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原则上大概2到3年 可以追踪其他Rodot CT 谢谢收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